我还是觉得俄罗斯真的对于乌克兰出兵的几率还是不高的 还是希望现在拉高这个绅士 他就是要价的筹码可以多一点 可以拿到多一点东西 之前的时候俄罗斯方面交给美国一份 美国北约的安保 二美北约的安保条约 那他里面的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包括就是说美国要求北约不得在 一九九七年五月前 就说你去加入这些国家 就是他前的苏联的这些的卫星国 你加入了这个加入了北约 你不得在这些地方的部署武器 还有后来加入的 他都希望你能够他们能够退出 我想这个是做不到的 那但是他们把这个声势拉得这么高 对应出来的美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个威胁 我觉得不太具有威胁性 就美国到目前为止 拜登是说如果说你俄罗斯真的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我们就会在那个金融体系 把你给排除出去 这样你所有的声音都说不止成 你的经济可能垮了 可是拜登也同时说 他们就算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出兵 美国不会出动军队 如果美国不会出动军队的话 他不会给俄罗斯一个致命的打击的话 我想俄罗斯就比较无所畏惧了吧 虽然说现在这个北约的这个主力呢 当然都是摆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来是重兵的布阵 但是呢 美国呢 相对之下 他应该摆出来一个态势 就像他在台海这边威吓中国大陆一样 就是说如果说你胆敢采取行动的话 你必然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威吓呢 就是让你不感动 可是美国都没有做这方面 这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刚才这个赵仙讲到说 俄罗斯啊 中国大陆啊 他们这些东西都很 会怎么样举措很难撤 的确是啊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 北京奥运的时候 俄罗斯突然出兵这个乔治亚 这莫名其妙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所以眼看着东奥又快到 不只是美国 英国有时候不出兵 英国说北约不会出兵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我北约只对我成员国出兵 你不是成员国 我怎么帮你出兵呢 已经那个英国首相已经讲了 那刚刚讲说俄罗斯要求什么 要求北约呢停止东扩 你不要一直向东边过来 第二点呢 拒绝乌克兰跟其他前苏联 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 我以前苏联那些国家 你不能让他加入北约 而且限制北约在中欧跟东欧的军事部署 你不能一直部署过来 等等等等 所以这是俄罗斯要求的 那军事部署也说 俄国如果入侵乌克兰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为乌克兰男子也都受过军训的 他部队其实也不少 我们刚刚看到他 那德国新的国防部长说 应该要对话 但是俄国不能命令北约 你不能跟我们讲北约 要我们做这个 要做那个做那个 那英国说北约不可能派兵 要用所有的外交跟经济的手段 等等 来来来 可是你说不能够派兵 但是你不要忘记 最近几年美国 还有很多北约的国家 其实北约的国家 其实是不断的对乌克兰 有很多的军事贷款 而且很想协助他能够提振 他在军事武力上面的 那这个动作 其实就已经触犯到的 这个普丁 普丁从2020年白洛罗斯的 脱协革命开始了 他其实就对他周边的国家 就采取一个比较 谨慎的一个态度 而且还有一个历史上面 他自己的诠释 他一直认为乌克兰跟他是一个 同文同种 所以你如果今天来干涉我 好像在干涉我的内政 所以说他一定是不能够 踩到他的底线 这是他对于乌克兰的 一种诠释 那他在这种大 俄罗斯的主义之下面 任何北约 任何美国所采取的 任何的军事行动 就会是触犯到 他的一个敏感敏感的神经 所以我觉得他 不管是用壕沟 或者是用一些 所有的动作里面 他也在测试 这些美国跟北约 到底你所谓的协防 这两个字的重点 你的弹性多有多大 你的耐力有多大 所以这本身来说 已经又陷入了美俄 彼此两大的一个 所谓的体系当中 又在用一些小国 国家的方式来去做 更不要说你刚刚所提到的 立陶宛还有其他的国家 以前的卫星国家 都已经介入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绝对是 最近整个国际当中 最应该关切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趋势 本来这个国际的焦点 在台海了 突然跑到那边去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